另外昨天有消息就是美国总统拜登确诊了新冠肺炎 他一代拖累了导致 不过白宫也有声明说正在轻微 就说他在白宫隔离和继续履行总统职责 看来这件事应该未必会有很大影响 那是否大家在等着都是联储局议息 怎样判断现在美股这一轮的反弹 如果你说储局议息和拜登确诊应该是储局议息是更重要的 因为始终拜登确诊当然也希望身体健康 但是暂时起码记得到就说到正常轻微 所以对整个市场也未算是很大的震荡 至少不是怕到所谓的群伦牧首 或者不知之后的方向是怎样的 但是我想真的要再看看什么时候要出来了 因为现在也在隔离中 因为我想再联想下去就是 始终昨天也有另外一个消息就是 那天10天后跟内地会通话 这个会不会因为这次确诊有什么延迟呢? 暂时也未知 虽然你说所有的对话也不是很大的期望和正面因素 但是如果你说再稍稍推一遍 市场一定会有很多的乱想 所以这可能也会构成一些不确定 但是对于整体美股来说 的确未算是太大的反应 刚才提到现在反而焦点看着业绩和美联储意识 刚才也说了市场是这么有趣的 永远是将与预期做个比较 现在大家对储局意识 刚才也说了75点是最基本的 只要不是突然变回一厘 大家觉得好 像上一次这样 50-50就好 永远都是这样 选低的就觉得好 而且已经变成了去看9月了 对了 也是这样 所以我想这一刻来说 除非这几晚突然又升回变一厘 这要看法 否则借势来说 市场是不奇怪的 而且刚才说了 部分企业绩暂时出来都还好 当然之前有些金融类股份就差一点 但是美主说令整个市场 整个美股需要很大的再股值调整主 暂时未有发生这一分数 所以就稍微有点反弹 但是当然 我想暂时也先看着反弹 我想后面来计算 也有很多东西要再看 一来业绩也还有一堆未出 对啊 有些大石也都知道 像Iran所说 我想过下星期之后 再看一看9月了 究竟储局9月份 还够不够加 还是怎样做呢 这个也要再看下星期的业绩结果 看看是否有多点的提示等等 还有我想大的方向 就是说了很久 也是经济是否衰退 其实这件事也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搬出来说 所以我想整个美股 会有点弹 始终由高位 其实三个指数都下了很多幅度 还有过去几星期都说 估值来说真的不是贵的 现在来计算 所以有弹是有条件的 但不要说因为这些弹 就觉得突然间美股 是先转回强化了 我想整个部署 跟过去大家玩开的美股会不同 我想过这半年都感受到的 是比较反复 比较难足一点 可能偶然会弹一些 弹完之后又跌过 就是会继续这种模式 而不是过去可能只是上那种方向 所以仍然维持这种看法 但是短期当然 比如道指为例 你看到昨晚或者这几万万弹 突破过去大概跌近31800这些阻力 如果说仍然继续站稳31800 楼上这些位置 可能看看有没有机会 跌至跌近31300这些位置 我想可能稍微有机会试一下这些水平